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今天天高海阔讲新闻 当然要关注一下川普离开医院 回到白宫这个新闻 其实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白宫的医生就告诉公众 川普的情况在不断好转 最早可能在礼拜一出院 而川普本人也有十分强烈的出院的这种愿望 为什么呢 因为川普说他在这个时候想告诉美国民众 他是美国总统 他不能够被病毒打倒 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川普当然是有十分强烈的出院的愿望 所以在他的坚持下 医生看过他的病情 觉得他可以出院了 那么川普出院了 川普这次感染新冠肺炎的新闻 是不是就完结了呢 当然不是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新冠肺炎感染者 虽然川普现在据说没有什么症状 比如说不发烧了 呼吸也没有问题了 血液里边的这个血氧浓度 也达到了健康水平了 这并不代表川普已经彻底战胜了新冠肺炎 川普回白宫坚持工作 其实我们认真想想看 他在白宫治病 以及在医院治病 其实差别并不大 在医院治病的这个条件 好在哪里呢 就一旦川普出现危机状况 甚至要进ICU的话 那么医院是有完整的设备的 如果只是日常的吃药打针 让医生观察一下他的病情 其实在白宫完全可以做到 我们也相信白宫也有很好的 一定基础的医疗条件 所以川普回到白宫治病 跟在医院治病 只要他不是重症 其实区别并不大 川普回到白宫之后 可以给美国的选民一个坚持工作 一个不屈不挠总统这样的形象 这就是川普为什么在病中 也要坐着他的专车出来转一圈 向支持者表达这个致意 其实这样做 就是为了在公众面前表达一个 美国总统是个强人这样的印象 川普这个目的达到了 但是川普的病情接下来这一两天 怎么发展 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其实我们除了关注川普的病情 以及康复这个进程之外 我们更加关心的是 川普身边的一些重要的幕僚 他们的病情有什么变化 因为我们知道新冠肺炎这个病 对人的健康威胁是十分大的 但是对什么人的健康威胁大 现在我们只能泛泛的而说 年纪大的身体有慢性病的 这些人可能会受到的威胁比较大一点 但是同样的身体条件得到 新冠肺炎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所以川普现在身边有很多 比如说国会的参众两院的议员 还有一些内阁成员 包括川普身边的一些幕僚 白宫的新闻秘书 二十几人都感染上新冠肺炎 除了川普之外 这些人感染新冠肺炎之后 他们的健康状况 其实也是对今后的大选 对川普的团队有重要影响的 那么这些人感染新冠肺炎之后 身体状况怎么样 特别是那些国会的参议员 国会的参议员在这个时间段 对于共和党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因为马上就要进行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听证程序 这个程序当中 如果有共和党的参议员 感染新冠肺炎不能够投票的话 那么这对川普所提名的 大法官巴瑞特的任命 确实是有负面的影响 所以除了川普的病情 值得关注之外 其实美国其他政治人物的病情 也会影响今天的美国政治 乃至影响2020总统大选 好了 现在川普出院了 我想在美国有很多人是十分失望的 什么人呢 当然是民主党的高层 或者是一些自由派媒体 我们知道自由派媒体 以及民主党高层 在川普感染了病症之后 虽然像佩洛西 拜登这种民主党的代表性的政治人物 有向川普表达慰问 希望他尽快康复 但是比如说佩洛西 还不忘在对川普表达良好住院的时候 还说了一些很有生意的话 比如说佩洛西说 川普这个病情 我只是从媒体上知道 我觉得白宫应该透明的 让公众知道川普的病情 其实作为美国国会众议院的领袖 佩洛西应该很清楚 美国总统的健康 从来就是美国的国家机密 如果美国的国家机密 可以轻易的让美国公众知道的话 那么等于轻易的让美国的敌对国家知道 这对美国的国防安全绝对是不利的 那么佩洛西为什么很想知道 川普的这个详细的病情要透明化呢 佩洛西确实不能够从川普的医疗团队当中 得到川普病情的一些具体的信息 这令佩洛西比较着急 为什么 因为她是美国总统继任的第二顺位人 川普感染上新冠肺炎 她有很多活动跟彭斯在一起 如果彭斯也感染上了 这两个人都不能够履行总统跟副总统职务的时候 佩洛西将会成为美国第一任女总统 当然是代理女总统 所以我想这次佩洛西十分想知道 川普病情的一些详细细节的一个动机 那么现在川普能够出院 能够回到白宫工作 最起码说川普的病情没有恶化 那么这个没有恶化的消息 给自由派媒体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这两天大家在自由派媒体上看到的报道 基本上是这个角度 说川普这个病情到底有多严重 到底是严重呢 还是不严重呢 为什么医生前后讲的不太一样呢 连川普的这个白宫的医生 也被迫出来说 我之前有口误 这个关于七十二小时这个说法 是个口误 那么除此之外 这个自由派媒体还引用了很多 所谓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医生 都对川普的病情用药 给予了很多质疑 这些质疑无非想讲两个角度 一个角度是川普到底会不会装病呢 因为川普装病 有可能会在中间选民得到一些同情票 那么所以川普如果是装病的话 等于向美国人民说谎 最近这两天 修杰身边也有些朋友 也在探讨这个问题 那么川普到底会不会装病呢 修杰我认为百分之一百的不会 我倒不是对川普有什么极大的信任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川普想通过装病 来获取中间选民的同情票的话 那么这个装病 你算算看 川普要瞒着多少人 他要瞒着身边的幕僚 瞒着身边的特工 瞒着白宫的医生团队 还要瞒着军方医院的团队 那么更不要说 在媒体的穷追猛打之下 川普整个治疗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 也会不断的被披露出来 那么如果我们刚讲的 无论是川普身边的幕僚 还是身边的特工医疗团队 包括军方的医院工作人员 当中有一个人能够抓到确凿的证据 揭发川普是为了争取同情票 而装病的话 那么川普总统的选情又结束了 因为作为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 向选民说谎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那么所以我个人认为 川普基于这些原因并不会装病 但是川普的整个治疗的过程 或者他的病情变化的过程 我们刚讲 当然是美国的最高国家机密 是不可能向公众轻易透露的 所以川普现在治疗结束之后 回到白宫工作 那么很多自由派媒体 除了质疑 川普这个治疗过程 用药 有很多可疑之处 到底是不是装病 还是川普明明的病情就很严重 但是医生只不过轻描淡写 这都显示了 在美国某一些政党的支持者 或者某些政党的人物 实在是太希望川普的病情恶化 实在是太希望 他能够进了医院就不要出来了 美国有一家杂志叫名利场 我想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因为名利场是一个 非常有历史的杂志 他过去报道 基本上所谓的名利场 就是报道一些 什么时尚的生活 甚至一些带有色情的图片 但是今天这个名利场 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杂志 熟悉这个节目的听众都知道 修杰在节目里面 很喜欢跟大家分享一些假新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知道 什么是假新闻 我们在日常 接触到这些媒体报道 接触到一些信息的时候 我们才能分辨 在美国今天假新闻 可以说每天都有 而假新闻对我们的误导 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所以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名利场 在川普入院期间 又发放了大量的假新闻 那么何以见得这些是假新闻呢 首先名利场报道说 川普身边的人 共和党高层 这个透露出来说 川普在知道自己得病之后 在白宫的医生 把他准备送到 这个军方的医院之前 川普一直在问身边的人 自己会不会因为 感染新冠肺炎死掉 我们看这个报道 是想大家有这样一个印象 川普其实是个胆小鬼 川普表面上对这个新冠肺炎 说不可怕 美国有信心战胜他 但是一旦自己得到新冠肺炎之后 川普就十分紧张 十分慌张 生怕自己得到这个肺炎 就死亡了 那么这个新闻呢 为什么是假新闻呢 首先我们说 以川普的性格 他得到新冠肺炎之后 他连医院都不想去 进了医院 短短的两三天 就要坚持出院 回到白宫工作 这样一个人的性格 他会像进医院之前 拼命的问身边的人 自己会不会死掉吗 所以修杰克人认为 这是一个假新闻 好 第二个假新闻 就更加荒唐了 这个假新闻是什么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那么今天我们聊的 还是川普 这是感染新冠肺炎 川普现在回到了白宫 但是在川普 从发病到进医院 在回白宫这况当中 我们看到媒体上太多的假新闻 我们且不说 媒体引用了很多一些 所谓的医疗专家 某某大学医疗中心的主任 对川普的病情 用药 川普的发病的时间 等等提出了很多质疑 一句话 想证明川普说谎 想证明川普的病 有很多猫腻在里面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有一家叫名利场的杂志 连续登了好几个假新闻 上一节我们讲了 名利场报道说 川普在进医院之前 很慌张 拼命的问身边的人说 他自己会不会 因为这次感染新冠肺炎死掉 那么第二个假新闻 要比这个更加荒唐 这个假新闻说什么呢 他说川普的大儿子的 一个好朋友 告诉这个名利场说 川普的这个大儿子 对他父亲十分不满意 认为他父亲太过疯狂了 我们知道过去 从2016年川普竞选 美国总统到现在 我们看到川普的儿子 在任何场合 都是表达了 对他父亲的支持 对任何攻击 他父亲的这个报道 都给予了回击 那现在名利场说 川普的这个大儿子 对川普十分不满 不满的地方是什么呢 说川普太过疯狂了 包括他什么 在住院期间 坐着他的专车出来 向在外面守护的民众 致意啊 要坚持 要回白宫工作等等 他说这些疯狂的行为 会令到川普的政治生病 受到重要的影响 那么但是呢 川普的大儿子 又不敢去劝川普 名利场报道说 川普的大儿子 想联合自己的妹妹 以及妹夫 就是伊万卡跟库斯纳 一起到这个军方的医院 去劝川普 不要做出这些疯狂的举动 但是呢 库斯纳跟伊万卡 完全不甩川普的大儿子 他们不但不甩 他不去劝川普 不要做疯狂的事情 还在川普面前啊 拼命的吹捧川普 说川普啊 有多么的强壮 川普有多么的坚强 所以令到川普的 越来越疯狂 所以川普的大儿子 十分沮丧 对这个库斯纳跟伊万卡 这种小人的行为 十分不满 这种描述啊 很像我们在这个电视剧里面 看到中国古代宫廷里面的 所谓的宫斗剧情里面的细节 我们说川普的大儿子 如果认为川普的这种行为 非常疯狂的话 请问他为什么不敢去劝川普呢 如果说他跟川普过去的关系不好 那么他在川普面前 完全没有话语的能力 那么或许他不敢这样做 但是我们从川普过去 在2016年竞选总统 到他担任总统的四年 我们有看到川普的长子 跟川普之间有任何隔阂吗 过去这些假新闻媒体 在编很多谎言的时候 都没有把川普的父子关系 作为一个题目 但是今天 川普不但在医院里面 并且没有恶化 并且出院回白宫工作了 所以一众自由派媒体 实在不知道拿什么来攻击川普 就只好开始对川普的家庭 进行这种造谣式的报道 那么可以希望让民众 得到这样一种印象 川普实在太疯狂了 疯狂到连他自己的长子 也不能接受了 那么这个报道 就想给我们一种心理暗示 连川普的儿子 都对川普的疯狂行为 不能接受了 难道你作为选民 你还能接受吗 你还要在总统大选当中 把票投给川普吗 如果你认为 这个报道是很荒唐的话 我们只能应了那句话 没有最荒唐 只有更荒唐 民地场还有第三个报道 这个第三个报道 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报道是这样写的 说川普在生病 进入了军方的医院之后 七大工业国当中的 一个盟国当中的 一个高级官员向美国政府 询问了一个事情 这个问题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是问美国政府 说川普有没有可能 在自己在军方医院 病重的时候 病情危急的时候 跳过副总统拜登 让自己的女儿 伊万卡来代理美国总统 看到这些报道 说句老实话 修杰实在不敢相信 这是一个在美国 有非常悠久历史的 一个主流杂志 对美国的政治进行报道 我们知道 川普如果进入 这个军方的医院 病情出现恶化的话 那么根据美国的宪法 彭斯成为继任 他总统的第一顺位人 彭斯就会宣布 自己代理总统 如果彭斯也感染 新冠肺炎 不能够担任 这个代理总统位置的话 那么佩洛西将会成为 美国第一个女代总统 如果佩洛西 也因为某种原因 不能够代理的话 那么接下来美国内阁的官员 将会有一个顺位 怎么时候会轮到 伊万卡代理美国总统呢 如果川普说 他病重了 在他这个失去神志之前 他可以委托伊万卡 成为美国代总统吗 当然不可以 今天在美国这种政治制度 这种分权的体制之下 不要说川普愿不愿意 哪怕川普疯狂到指定 他女儿要担任 美国代理总统的话 这种指定 是完全没有任何法律效果的 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 去执行他这个指定 比如说在水门事件发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知道 当时美国总统尼克逊 十分想用各种手段 来平息这个事件 最起码保住自己 总统大选胜利的结果 他身边有些内阁官员 甚至向他建议 调军队进入华盛顿 对华盛顿进行戒严 当时他的国家权顾问 基辛格就说了一句话 总统先生 你在刺刀底下 是不可能履行总统的职位的 在尼克逊 犹豫要不要调军队 进这个华盛顿的时候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 已经通知美国军方所有部门 从现在开始 你们已经不需要 听总司令的命令了 因为军方认为 如果尼克逊 在这种情况下 调兵进行戒严的话 已经违反了美国的宪法 所以当时尼克逊 哪怕真是发命令 让军方把82空降师 调进华盛顿 军方是没有人 执行他的命令的 这就是美国 这就是美国政治体制 决定了一个总统 不可能在他总统的职位上 为所欲为 调军队进华盛顿 进行戒严来平息暴乱 表面上看起来 还有一定的正确性 如果指定自己的女儿 代理美国总统 这种疯狂荒唐的行为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 政府的官员 没有任何一个军方的将领 会执行总统这个命令 但是像名利场 这样一个在美国 有历史的主流杂志 居然可以报道说 七大工业国当中 有高级官员 担心川普做这个动作 而这个消息 是从哪里来的呢 说这是川普 在白宫以外的 一个民间顾问 提供的消息 我们看自由派媒体 过去报道很多 有关川普的负面新闻的时候 往往都说 什么白宫匿名的官员 不愿意透露 新名的消息来源 这次名利场有个创举 为了报道假新闻 居然给他们想象中的 新闻来源 加了一个新的头衔 就叫 川普在白宫外的民间顾问 那么我们要问问 名利场这个编辑 问问名利场 这篇文章的作者 请问什么叫白宫以外的 民间顾问 美国总统有民间顾问吗 如果有的话 我想川普担任总统 这四年 这些民间顾问 都应该在有不同的场合 出现过 那么名利场可以告诉我们 过去曾经 川普认可的民间顾问是谁 过去在内外政策上 又给川普提供过什么建议 所以现在川普离开了 这个军方的医院 回到白宫 可以说令到很多自由派媒体 真的非常非常失望 他们本来以为像一个七十四岁的老人 感染上新冠肺炎 进了医院之后 出来的机会就不大了 所以民主党很多高层 这两天十分高兴告诉身边的人 基本上2020美国总统选举已经结束了 那么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川普感染上新冠肺炎 这么大的年纪 住进了军方的医院 一开始说什么发烧 什么呼吸困难 所以川普很快就会像英国的首相 约翰逊进入医院一样 接下来就会进入ICU 约翰逊好歹还年轻一点 进入ICU 还能从这个鬼门关里面逃出来 川普能不能逃出来呢 民主党人当然希望川普 从此进了医院就再也不会出来了 那么所以他们认为2020的总统选战结束了 讲到这个2020总统大选 我想今天大家从媒体上看到很多很多 令我们觉得非常混乱的消息 比如说拜登的民调啊 拜登的支持度啊 某些团体声明对拜登的支持啊 一些摇摆州 从民调当中已经看到拜登必然获胜啊 那么这些混乱的消息啊 令到很多人更加很难预计 今年总统大选的结果 这种状况啊 其实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 并且出现的很多细节啊 跟今年的总统大选的形式 有十分类似的地方 那么这次总统大选是什么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跟大家聊聊 美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的 总统大选预测的混乱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情文 上一节我们讲啊 这次川普住院这个过程 令大家看到 很多所谓的自由派媒体 在报道川普病情的时候 除了提出很多所谓的质疑 想证明川普这次得病当中 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之外 那么还有一些媒体啊 根本就用造谣的方式 对川普进行了攻击 那么应该说我们对媒体的 这种所作所为啊 一点都不陌生 其实从2016年开始 很多自由派媒体啊 就不断的对川普 进行了各种攻击 那么休息在节目里面 也多次讲 我们其实认真看看这些攻击啊 首先很多攻击 川普的报道的内容 它的消息来源啊 都是什么不具名啊 匿名的消息来源啊 那么现在名利场啊 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匿名的消息来源 叫白宫以外川普的民间顾问 这些媒体的报道啊 令到很多受众 产生了非常大的疑惑 比如说现在我们说 川普跟拜登的选情 这些媒体报道都说啊 拜登领先川普 什么五个百分点 八个百分点 最多的有二十个百分点 那么其实这对比 2016年媒体的报道啊 已经非常客气了 当时2016年 很多媒体报道说 希拉里领先川普 几十个百分点 到底今年美国总统的选举 的选情是怎么样 到底是拜登领先 还是川普领先呢 媒体都在报道说 拜登领先川普的民调 多少个百分点 但是大家有没注意啊 今年的总统选举 跟2016年 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修解我个人 在南加州生活 我看见很多 南加州的民众所开的车 都公开的贴出了 支持川普的标语 有些是贴在车的身上 有些干脆就竖起了 一杆川普大旗 而有很多家庭里边呢 也挂出了支持川普的标语 跟旗帜 这种情况在2016年的 总统大选当中 我是从来没有看过的 2016年总统大选 我看到很多车上贴的是 支持西拉里 特别是在加州 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的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 我没有去北加州 不知道生活在北加州的各位 有没有观察 今年总统大选 民众的情绪 跟2016年总统大选 有什么不一样 2016年的时候 我看见大部分的车 贴的是支持西拉里的标语 很少贴支持川普的标语 但是今年情况 好像很不一样 最起码我在南加州这一段时间 没有看过有一辆车贴支持 拜登的标语 也可能是我最近出门少了 见的不多 大家如果在这方面 有什么经验的话 不妨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来分享一下 我们各自看到不同的信息 那么今年的总统大选 这个预测 结果跟2016年一样 很混乱 那么很多听众 打电话都问到这个问题 今年到底是川普会当选 还是拜登会当选 那么到今天 我还是坚持我个人的观点 我认为今年的总统大选 川普会获胜 为什么呢 我们经常说历史会有惊人的相似 那么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 美国历史上有一年总统大选 跟今年有很多相似之处 这就是1948年的总统大选 我们知道1948年的总统大选 代表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是杜鲁门 杜鲁门是竞选连任 那么代表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是托马斯杜威 为什么说1948年的总统大选 跟今年的总统大选 有一些相似呢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两位总统候选人 我们先来说杜鲁门 杜鲁门当年是竞选连任 为什么竞选连任呢 其实杜鲁门本来是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副总统 杜鲁门这个人 没有在名牌大学毕业 他甚至也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 他只是在一个法律学校里边 学过两年 那么如果在法律学校里边 学过两年 我想以我们华人的概念 充其量算一个专科学校 杜鲁门曾经当过律师 在法律界一段时间之后 杜鲁门进入了政界 那么慢慢成为了政界当中 民主党的一颗新星 后来当过美国国会的议员 当这个罗斯福总统 第三次竞选连任的时候 杜鲁门成为他副总统的 这个总统候选人 后来顺利的成为美国副总统 我们知道杜鲁门 之所以能够当美国副总统 并不是他个人有什么过人之处 只不过当时罗斯福 在美国民众当中的威望 实在太高了 所以罗斯福才在美国历史上 创了一个记录 连续四届担任美国总统 讲到这个连续四届 其实对于美国的政治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 这个一个现象 我们知道 美国第一任总统 华盛顿将军 他当了两届之后 就坚决不肯当第三届了 当时美国的法律 并没有对总统 能够连续多少次 担任总统有规定 当时这个华盛顿将军 是这么说的 在这八年当中 我犯了很多错误 我应该给我的继任者 有一个及时改正 我错误的机会 有了华盛顿这个榜样 接下来历任美国总统 都没有超过两届的 唯独到了罗斯福总统 还三度连任美国总统 成了美国历史上 唯一一个连续四任 当美国总统的政治人物 当然罗斯福在当选 第四任美国总统之后 很快就病逝了 在这种情况下 杜鲁门才意外的 成为了美国总统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 以杜鲁门这样的政治之力 跟他的在美国民众 当中的威望 担任美国总统 可以说引来了 大家怀疑的目光 而杜鲁门在美国的政绩 确实是政绩平平 杜鲁门创下了 美国一个历史记录 什么记录呢 就是美国总统 历任的美国总统当中 支持率最低的 今天我们讲到 自由派媒体 在攻击川普说 说川普的支持率 非常低 低到什么程度呢 一般我看到报道 最低的好像在35% 最高的大概40%几 而杜鲁门当时的 在美国民众当中的 支持率是多少呢 只有22% 所以到目前为止 杜鲁门还是美国历史上 创过总统支持率 最低的一位美国总统 所以杜鲁门成为了 美国代总统之后 到了1948年 他要竞选连任 这个时候 无论是杜鲁门所在的 民主党 还是美国的公众舆论 可以说没有人看好杜鲁门 那么杜威是什么人呢 杜威也是共和党内的 一个威望十分高的政治人物 他当时担任的是 纽约州的州长 那么并且在这个州长任上 应该说杜威的政绩不错 所以杜威不但在 美国的这个共和党内 在选民当中 有非常高的这个威望 很多美国的媒体啊 也认为杜威会在 194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当中 一定会战胜杜鲁门 那么这里面有个题外话 就是我们知道 194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 中国正在打内战 当时的国民政府的领袖 蒋介石啊 也看好杜威 因为蒋介石 对这个美国政治啊 也不太了解 他对这个美国政治的认识啊 也是来自美国很多主流媒体 美国主流媒体 当时对杜威的热情吹捧 到了什么程度呢 美国有500家媒体 都认为杜威 会在1948年的大选当中 轻易的战胜杜鲁门 500家媒体是什么概念呢 它代表了当时 美国所有媒体总数的78% 换句话来说 当时78%的美国媒体 都认为杜威 不但会在1948年的大选当中 战胜杜鲁门 并且是非常轻易的战胜杜鲁门 可能蒋介石就是受到了 这些媒体的影响 当时啊 蒋介石就把宝压在了杜威身上 那么有民间传说说啊 蒋介石给了杜威 大量的竞选经费 那么为什么 我们要用传说这两个字 说蒋介石当时 给杜威提供了竞选经费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好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一节我们讲啊 今年的总统大选 跟美国1948年的总统大选 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194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啊 美国的主流媒体 78%都认为杜威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能够轻易的战胜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杜鲁门 这种舆论的风向啊 也令到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 总统蒋介石也受到了影响 所以啊 传说蒋介石政府暗中 给了杜威一大笔竞选经费 这个一大笔钱是多少呢 据说2000万美元 那么为什么说蒋介石 暗中给了2000万美元杜威呢 因为啊 美国法律规定 美国的总统候选人 是不能接受外国政府的资助的 所以说民间传说说 蒋介石暗中给了一大笔钱 支持这个杜威 无论这个传说 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但是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啊 把总统大选当中的宝 压在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杜威身上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据说啊 这也是为什么杜鲁门 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之后 那么开始断绝了 对中华民国政府军事援助的 一个原因 反正当时啊 无论是国际的舆论 还是美国的舆论 一致认为杜威能够 轻易的战胜杜鲁门 那么为什么当时舆论会这么看呢 这跟美国当时的整个 政治经济环境是有关系的 1948年 二十大战刚刚结束 美国的经济还在复苏阶段 而当时社会上出现了 很多混乱的思潮 比如说 共产主义运动 不但在苏联取得了成功 并且苏联也成功的在东欧 建立了一系列的 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当时美国国内 也兴起了共产主义运动 而苏联跟这个 一些东欧的国家 在战后的重建的迅速恢复啊 令到这个整个国际舆论 出现了很多争议 这个争议是什么呢 就是到底啊 社会主义制度 的未来 那么因为这种混乱的 社会思潮啊 令到美国很多人都怀疑 美国到底应该 遵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而杜鲁门的 反共反书这样的理念啊 引起了很多 美国中间选民的疑虑 所以杜鲁门 第一没有威信 第二他的很多政治主张 引起了美国国内 一些民众的疑虑 在媒体的推波作然之下 很多人都认为 杜威将会轻易的 战胜杜鲁门 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 杜威跟杜鲁门 这两个总统候选人 所采取的策略是什么呢 这两个人啊 可以说采取了 完全不同的策略 比如说杜威 他觉得自己肯定赢了 而当时共和党的高层 希望杜威不要乱讲话 不要在讲话当中 犯更多的错误 让对手抓住把柄 这很像今天拜登 拜登躲在这个自己的家里 不出来 不进行竞选活动 就是民主党的高层 很怕拜登讲错话 当时杜威 基本上没有什么公开的活动 即使有公开的活动 讲到自己的政纲的时候啊 杜威往往也是含含糊糊的 因为当时美国国内 我们刚讲了 社会思潮十分混乱 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的 这个原有的生活方式 是我们需要的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 或许是我们明天的未来 当民间的这种 这个思想这么对立的时候啊 杜威讲话往往是磨仁两可 这种磨仁两可啊 就无论是令到左翼的右翼的 或者中间的选民 都觉得杜威这个人啊 没有什么清晰的政治主张 杜威在竞选活动的时候啊 有一句名言 后来成了人们调侃他的一个话柄 这个名言是什么呢 我知道未来就在前面 其实未来当然是在前面 难道未来在我们的后边吗 这种讲完等于没讲的废话 令到杜威在民众当中的 威望不断的下降 大家听完杜威这番话啊 有没有想起 现在的民主党总统 候选人拜登 经常在演讲当中说的 我们需要爱 我们需要环节 我们需要仁慈 这种政治人物讲的话 等于是没讲的废话一样 所以大家开始觉得杜威这个人啊 在政策上完全没有清晰的地方 告诉民众 未来他会把美国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反观杜鲁门呢 我们刚讲了杜鲁门没有在什么名牌大学念过书 甚至在大学都没有毕业 杜鲁门在演讲的时候 完全是十分粗鲁的风格 并且在演讲当中经常讲一些粗话 当杜鲁门坐着火车 在美国各地进行演讲的时候啊 他这种风格就引起了民众极大的反响 当时杜鲁门还没有空军一号 他的这个竞选造势啊 只能坐着火车在美国到处跑 而杜鲁我们刚讲了 躲在家里哪里都不去 生怕讲错话 但是这种竞选的方针 就令到美国的选民 渐渐觉得杜鲁门是一个空泛的政治人物 而杜鲁门虽然粗鲁 但是啊 他讲话的方式打动了选民 选民最起码在杜鲁门身上清晰的看到 未来他如果作为美国总统 他将带领美国 以什么样的方式 在国际竞争当中继续发展下去 等到美国总统大选投票那天啊 共和党人准备了充分的庆祝仪式 因为当时所有的主流媒体啊 都认为共和党必定会在这场大选中获胜 比如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就是我们简称的NBC 他们在报道总统大选结果的时候啊 准备了两只大象 这两只大象就是等这个共和党胜选的时候 这两个大象啊 就从这个屏幕当中跳出来 而民主党的标志物那头驴呢 电视台啊 干脆就没有准备 开票当天 杜威在这个民主党的总部 准备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仪式 杜威认为啊 最多不超过晚上十点 杜鲁门将会给他发来这个胜选的贺电 杜鲁门会向他承认自己败选 那么杜鲁门干什么去了呢 当时啊 全国上下都认为杜鲁门 不可能获得这个选举的胜利 所以杜鲁门也没有太在意 带着保镖 到了一个小旅馆里面 蒙头大碎去了 直到凌晨的四点钟啊 被保镖叫醒了 杜鲁门才知道自己在大选当中获胜了 当天开票的结果 令到所有人大跌眼镜 杜威在美国的东岸 比如说在纽约州啊 在这个麻州啊 获得了这个选举人票 但是啊 中细部的州都把票投给了杜鲁门 杜鲁门获得了这次竞选的胜利 这个意外的结果啊 也令到很多媒体闹了大笑话 就像在2016年一样 当时的芝加哥论坛报 是支持共和党的 芝加哥论坛报啊 也预测肯定杜威获胜 就已经把一些版面预备好了 头条的标题就是 杜威战胜杜鲁门成为美国新任总统 这个报纸啊 不断提前印好了 还散发出去了 所以杜鲁门在回到这个华盛顿 在接受大家欢呼的时候 手上就是拿着这张 芝加哥论坛报的报纸 头条的标题就是 杜威战胜杜鲁门成为美国新总统 除了媒体的笑话之外啊 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就是败选的杜威也有一个笑话 在总统大选投票开始啊 杜威信心满满的对自己的夫人说 明天你将会成为美国第一夫人 杜威太相信自己 就是未来的美国总统了 等到大选投票结果公布之后 他的夫人就问杜威 你不是说我今天将会成为 美国第一夫人吗 你觉得是我搬到白宫去住呢 还是杜鲁门搬到我们家来住呢 当然他的夫人是给他开个玩笑 杜威也只好翻了翻白眼 杜威在投票之前 告诉自己的夫人说 你会成为美国第一夫人 这个场景啊 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熟悉 今年拜登也讲这句话 当川普得了新冠肺炎之后啊 拜登不但说 我铁定会成为美国总统 无论你对我投支持票 还是反对票 我都会成为美国总统 拜登还对自己的夫人说 你肯定会成为美国第一夫人 那么拜登会不会重复杜威 承诺自己的夫人 会变成美国第一夫人的故事呢 11月3号 我想我们很可能就会有答案了 所以讲到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啊 修杰我到今天还是认为 川普有可能会战胜拜登 并且这个可能性很大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看总统候选人会不会胜选 关键我们要看他的政策 看他的这个政纲 以及他对选民的承诺 今年我感觉到民众对川普的热情 要远远高于拜登 无论是在我们生活的加州 还是我们看到川普在出去 这个进行这个造势活动的时候 他的场面跟拜登相比啊 你觉得是拜登的热烈呢 还是川普的热烈呢 如果川普的场面比拜登要更加热烈的话 如果拜登经常因为怕讲错话 不出来进行这个竞选活动的话 那么我想在今年总统大选当中 美国民众投票的意愿 肯定会受到这种活动的影响 现在川普回到了白宫工作 那么接下来他的这个竞选活动啊 很可能会如期的进行 而我们最终要观察的是 他跟拜登之间的这个第二场总统大选的辩论 会不会进行 而在辩论当中 川普会不会改变上一次的策略 令到这个总统大选辩论了 出现一团混乱 那么这也是对川普跟拜登的选情 将会带来影响 反正一句话回答一些听众的问题 我到现在还是认为 川普会在今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获胜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